大家好呀 那秋天已经到了 像这种干燥的季节呢 总是让一让我想起多汁的水蜜桃 那话不多说呢 今天呢我们就直接做一款水蜜桃的晕染美甲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们就一起跟着教程来学习吧 我们先取这种非常淡的黄色作为打底 像这种颜色比较浅的颜色呢 我们建议涂两到三层去填实它的底色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水蜜桃果皮的一些颜色 把它放在调色盘上之后呢 我们取这个比较深的黄色 拍打的方式呢 对角进行一个晕染 第一次晕染呢 可以把它拍得稍微松一些 稍微分开一些 照灯过后一次呢 再对局部进行一个加深的晕染 那红色部分也是这样 先取最浅的这个红色 进行底部的一个铺色 然后在照灯过后 进行上部的一个加深型晕染 我们拍出这种比较有层次感的晕染后呢 就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水蜜桃果皮的部分 然后用加固胶呢 对它进行一个封层 接着再用磨砂封层呢 作为最后的一个结尾 我们取这种免洗的黏钻胶 用这种小笔啊 点缀这种水珠花的这种图案 随意的点缀在我们的甲面上就可以了 这样形成一个水蜜桃多汁的效果 接着我们取这种浅粉色啊 对于剩余的两个手指呢 进行一个全甲的一个打底 像这种透色呢 也是建议大家涂三到五层 之后一样是磨砂封层 我们取一些自己喜欢的小饰品呢 我们把它堆起来 这样呢整个美甲呢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那喜欢我的美甲教程呢 可以关注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